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旺图 今天下午我发了一个视频 实锤大雄开挂 那么我有两点需要和大家澄清一下 第一 开挂并不是说开加速器就是开挂 你如果是正常的使用 比如说你就是推图 节省一些时间 这个是一种很正常的玩法 因为这游戏推图确实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实锤大雄 是因为看到这个结果 因为我是被揍得很惨 我们冲的钱不比人家少 我们实际打架不比人家差 但是每次进boss 每次人家都有这个次数 每次他都掀进去 掀进去之后 每次他小号通过开同步器的方式 能够让七八个小号一起进去 从而他拥有200%以上的鼓舞 能够来捶我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那视频里的 刚进boss 那boss上面的鼓舞就有200%多 他就可以开始捶我 并且他在打架的时候也能够退出 我最后锁他锁不了 本来这个神界我们就是可以通过手速 可以通过怎么样的操作 那个活动 别看是一个2D的游戏 它是可以通过操作 去恶心别人 去锁别人 让他拿到一个低级boss 拿不到高级boss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是说这个结果来看 它是开了挂的 但是呢 以我们绝大多数人玩这个游戏的方式 即便你用了插发加速器 你也不知道 有这么一些可以恶心人的方式 去玩这个游戏 大家也就是推一推图加加速 对吧 节省一下时间 这个东西无可厚非 而且我之前不也还开过吗 对吧 但是我认为只要没有影响游戏的平衡 就没有问题 但是他开加速器和同步器的方式 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游戏的平衡 严重的影响了我的体验 导致我今天中午至少是花了几千的钻石 去不停的复活 这个东西呢 大家之后看一下这个视频的完整版就清楚 也欢迎大家来我的一个直播间看一看 对吧 大胸是怎么开挂的 对吧 我从来没有说 开了加速器就是开挂 从来没有这样说 我只说大胸开了挂 并且我不捶别人 我就捶大胸 那么还有个东西 我想说啊 有人说我们这是一场策划 就是天使福自己的 这个比如说老板下面找的这个员工 搞了一场这个大戏 对吧 希望把天使福的热度弄起来 其实啊 这次有个很明显的特点 现在这个战争不仅是游戏里厮杀 包括他恶意的举报我的直播间 包括啊 他现在这个我开了挂啊 要来打我 包括他开挂之后我要捶他 我要让官方封他的号 封他冲了十几万的号 这个东西呢 已经不是简简单的 就是我们游戏公司为了热度 搞的这么一张策划 这个就是要拼个你死我活 就是要搞个鱼死网破 就是让你眼面无存 包括他自己 不仅是这个游戏 他充了一些钱 他还收购了很多其他的高占的号 一起为他做这个开挂 做了一个铺垫 那么没有他收的那些号 没有他开同步器 没有他开加速器 没有他知道加速器的这些漏洞阀门 他是不会造就这么 今天这么一个结果的 希望官方早日下场把他账号封禁 谢谢 也是为什么今天说这么个事情呢 也是因为我们有粉丝 今天下午 看了别人的视频被带到节奏 也就来问说你自己也开这个加速器 是不是也要举报你对吧 我说这个只要没有影响游戏的平衡性 这个就问题不大 所以大家使用这个加速器 可以放心继续使用 你们也不要玩游戏 玩到像大熊那样的一个特别变态的一个地步 那个十分影响别人游戏体验 这个是不对的 就是如果通过找bug 开加速器找bug的一个形式 是不对的 好 就说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晚上见 拜拜 拜拜